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金沙中国母公司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公布2021年第三季度的业绩 净收益总额较去年同期的1.67亿美元增加至6.11亿美元 金沙中国第三季的净亏损是4.2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5.62亿美元收窄超过两成 成绩都不错 其中澳门金沙第三季的净收益是2,000万美元 转马金额是1.37亿美元 酒店入住率只有63.2% 日均房价是134美元 而澳门威尼斯人第三季净收益是2.53亿美元 转马金额是7.81亿美元 酒店入住率只有48.4% 日均房价是149美元 分析认为金沙中国第三季博彩总营收按季下跌37% 较市场平均为差 反而赌场以外的业务就见到亮点了 按季只是跌4% 反映在市场对高端产品强劲需求下 金沙中国零售业务持续复苏 金沙中国管理层说 虽然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了集团的财务业绩 但集团依然能在各市场产生利润 就博彩和零售角度而言澳门高端中场消费表现保持坚韌 随着旅游限制放松和观光业复苏 集团对澳门博彩收益 能够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感到非常乐观 至于倒牌的逐期 金沙中国指澳门政府决策一直非常合理 周到和公平 而集团很想继续在澳门投资 预期特区政府在博彩发公众咨询的过程中 还会坚持公平及平等的原则 并认为当局希望经济有持续增长 会乐见集团投资在澳门 因此对明年的逐赌牌充满信心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online和商业推出 下次见 拜拜